而要说来庄河旅游的游客们 在逛完冰浴沟 洗过温泉之后 总会找上一家农家乐 吃是这土生土长的大骨鸡 大姐 你好 辽宁卫视的记者李苏 你好 你好 辛苦了 您这是搬玉米呢 对 我剥点玉米 喂小鸡 这就是给小鸡吃的玉米 是吧 我看你这 我刚刚开车过来 一路走来感觉青山绿水的 这个是不云 唐娜姐家在这一带开农家乐 已经近二十多年了 而她做的大骨鸡也是远近闻名 因为大骨鸡是我们的特产 是装盒特产 是吧 对 完了我们就像 我们就做我们家乡的东西 养外来的客人 吃到我们家乡的美味 纯种的大骨鸡除了生长周期长以外 极易饲养 基本不生病 每天还会自己外出觅食 放出早晨往外面 就放出去上外面去找食吃 然后做母班上回来的时候 就直接让它上圈里去了 让它上圈里了 到处乱跑 您带我去看一看 我看看这些大骨鸡 好的 你在前面走着 它这个鸡怕人不 怕 特别怕 我感觉大骨鸡反应特别灵敏 因为它在那个田间是吧 对对对 它都是散养的 近五年来 国家大力提倡旅游业 调整假期模式 短途的乡村游备受推崇 庞大姐家的农家乐 在这五年里 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家乐的发展 也带动了周围村民的庭院经济 到旅游旺季的时候 这四桌之鸡够吗 这不够 这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邻村的 都知道我开农家园 然后他们都可以 把自己嫁养那个大骨鸡 都可以卖到我 为了让每个牧民 来品尝大骨鸡的游客 都满意而归 唐大姐在收大骨鸡鉴别时 也有自己的一套成熟方法 说到如何鉴别 唐大姐决定抓一只鸡 给我们仔细讲解一下 大姐你小心一点 在一阵惊心动魄的 抓鸡场面之后 唐大姐终于抓到了一只 相对满意的大骨鸡 作为鸡模特 小鸡别怕 我们不吃你 我们只是给你拍拍照 得有16了 我感觉 16 正常的就是鸡得多长 就是这个脚 它应该就是 不超过19吧 17到19 那普通的鸡呢 除了大骨鸡以外 别的品种呢 别的品种 它肯定没有这个长 也就是在10左右 10左右 大骨鸡真假辨别第一项 大长腿 对就是说腿 它的腿要比普通鸡 长10厘米左右 看来在家禽界 也是大长腿吃香啊 鸡怪是九尺怪 九尺怪 对对对 说大骨鸡是九尺怪 我数一下啊 123456789 还真就像你说的 九尺怪 九尺怪 大骨鸡真假辨别第二项 九尺怪 成年大骨鸡在发育完全后 红通通肉乎乎的鸡怪 基本都是九个尺 然后再次看羽毛 它这一刻啊 它现在没长 没长到成熟的时候 羽毛不是特别亮的 但是你看这个通过光一反 它这羽毛像油一样 就是上面像抹油了一样 油亮油亮的 对对 大骨鸡真假辨别第三项 羽毛艳 大骨鸡的羽毛 仿佛抹了油一般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油亮的羽毛 就像咱们人皮肤红润 有光泽一样 说明大骨鸡非常的健康 这鸡中凤凰的美誉 就凭这毛色也算是实至名归